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眼睛很疲惊 长者就说我看东西不清晰 我们的眼睛要好好保护 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 以及最常见的四类问题 其实眼睛最能反映一个人 你是不是累的 你看看眼睛无神 倒下来你就知道他很累 眼睛如果出现状况 不知影响健康 还会降低工作效率 特别是上班一族 长时间对着电脑 很容易导致你用眼过渡 最容易伤眼 所以根据眼科主任的指出 我们时时都有四个很大的眼睛问题出现 第一个是眼睛疲劳 因为工作要长时间看着电脑 这些上班一族最容易是眼疲劳 通常的症状就是眼睛很酸疲劳 很疲劳 眼花严重 会导致你无法继续工作 甚至会并发眼睛的灼热感 眼睛很重 眼睛很重 好像撑不开 头痛 还有眼睛的眉骨都会酸痛 有时严重 还有想作呕 眼的疲劳 主要原因 是因为斩眼斩得太少 当你看着电脑的时候 分秒必争 斩眼就会自动少了 距离又那么近 你这么长时间这样用眼 就会令到肌肉持续细緊 而且泪水分泌就会减少 这就会导致眼干 慢慢会引发眼睛疲劳 那我们为什么怎么做呢 每一段时间 让眼睛休息一下 或者是望望远一点的物件 放松下你的眼睛 第二 如果真的太疲劳 用热毛巾敷一下你的眼睛 敷三分钟 有帮助的 或者不方便用热毛巾 把手搓热它 然后轻轻地摁在眼上 或者轻轻按摩你的眼睛 这样可以触尽血液循环 令眼睛的肌肉放松一点 第二个的情况出现 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伤害 很多上班一族都喜欢戴隐形眼镜 好看一点嘛 但长时间配戴 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就是好像容易出现红眼睛 很多人加班加到半夜的时候 不止会到黑眼圈 还会有肚子眼红眼睛 主要原因就是戴隐形眼镜时间太长了 这就导致你斩眼的次数不够多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怎么改善呢? 斩眼不多 那你斩多一点 那它就会自动分泌一些泪水 来滋润你的眼睛 第二 就是缩短戴隐形眼镜的时间 就好一天不超过8小时 第三 就是用人工的泪液去补充你的水分 但是一天不超过5次 第三个大问题 就是我眼睛会过敏 眼睛过敏的症状 是会令你一直不停流眼水 同时眼睛很痕 感觉好像有些东西在里面 硬着不舒服 造成这些过敏的原因 是环境 比如说 那个环境有很多沙尘 或者有花粉 同时办公室的中央冷气 也会对这些敏感的朋友有影响 如果你有敏感体质的人 一接触到这些过敏完 真的会容易立即有眼睛过敏 改善方法就是尽量避免这些地方 不要去这些空气弱严重的地方 好像沙尘的季节少点出外 第二 眼睛过敏的时候 可以用冰敷 来缓解症状 千万不要用热敷或者触你的眼 第三 当然要借助这个药用的抗过敏眼浴水 而第四这个就是年纪上的眼疾 就是中年的眼疾 因为眼从四五十岁开始 开始老化了 最容易察觉老化症状就是老花眼 当你看近东西的时候 那些小的字会模糊 有些人不用等四五十岁 三十岁都已经有老化的问题了 除了中年的还有眼疾问题 好像中心的脏异性 是莽莽病变 症状就是你的视线中间 好像有一团云霧挡住 看的物件会扭曲变世 因为如果伤害积累过内 是对视线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还有这些是白内障 黄斑等等 这些情况就立即看医生了 希望这些资料可以帮大家 保护你的灵魂之窗 多谢你们收听